我们不知道香港明日会如何 只知道若果人人都是阿虞奉承 指鹿为马 不敢用爱心算诚实话的话 香港一定会坏 而且会坏到贴地 1997年7月1日凌晨 我在湾仔会展的大礼堂 负责电台的新闻直播 见证香港回归的历史一刻 看着港英的旗次随随落下 中国和香港特区的旗次 就缓缓升起 再想起之前在雨中垂下头 捧着英国旗离开港督府的彭定康 深深体会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转眼四分之一个世纪就过去了 当初大家对前途的坦的不安 今天仿佛就漸漸成真 大家都见证着一国两制 由本来倾向两制 渐渐加速甚至超速迈向着重一国 当年不少人因为担心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而移民 今时今日就因为 亲眼看到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移民 怎会不令人唏嘘呢 过去几年 不少人感到抑郁 沮丧 因为他们在社会运动期间 很努力 甚至不惜一切 因为奋身想争取香港在民主制度上 有更加大和更加急的改变 结果就适得其反 连本来已经有的都失去了 在疫情期间 不少本来以为有大好前景的行业 就忽然之间变成重灾区 本来很兴旺的生意 可以一夜之间直插谷底 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 更加不幸的是 因为不少店铺千辛万苦 熬过了三年的疫情 就在復常之后 因为熬不住加租 而最终都是要倒闭 人生为何总是充满 那么多令人困惑的 不像我们预期的转变呢 从悲观的角度来说 我们熟悉的香港 已经漸漸流逝 从乐观的角度来看 不少人当年的忧虑 已经迟了二十多年才出现 大家可能已经赚了 正如传道书所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无论美好的事 或者丑恶的事 都不会历久不须的 传道者教导我们洞察世情的方法是 预亨通的日子 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 你当思想 因为上帝使者两样并列 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是有什么事 有意人行义 反自滅亡 有恶人行恶 都在长寿 就是我在虚导之日中所见过的 传道书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人的烦恼困惑 往往来自我们的自为事 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以为自己的努力 做一夹这件事 就一定会见到悦这个结果 我们认为某些事 合乎公义 合乎大众的利益 和期望 大家就一定会支持和努力 配合这件事的出现 或者是我们迫切向神祈求 某些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事 上帝就应该让这件事发生 是不是 我们这种心态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会不会以为自己比上帝更能够洞察世情 了解人心 甚至可以掌控事情的发展呢 当上帝的国度已经 但又未完全降临 人世间总有很多未如人意的事 而在很多看来未如人意的事当中 它又会有令人意想不到上帝很奇妙的作为 这几年 无论是社会运动和疫情 哪个人不够一早预计事态的发展呢 人生最重要的功课之一 就是明白自己在人的限制 所谓人定胜天 命运在我手 都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在上帝面前 任何人都不能够自夸 就算自以为不可一世 大地众的脚下的独裁者 也抵不过变幻莫测的世情 最终也同样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明白人的限制 并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做了 躺平等待上帝出手 而是要继续努力完成上帝要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做的事 然后安心将结果交给上帝 面对香港的未来 哪个人能够完全掌握和估计到未来的发展呢 虽然我们有100个悲观的理由 但只要我们对上帝和上帝的国乐观 眼前的困难就不会大到阻碍到我们继续跟从主的信心 其实作为耶稣的门徒应该如何面对世界 面对轮舍 面对弟兄姊妹 圣经都有很多不同的教导和提醒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知道 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 切实地跟着去做 环境可以变也必然会变 但是上帝的应许不会变 上帝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 并且应许必然爱到底的话 我们就应该学习依赖圣灵的鼓励和提醒 勇敢地走下去 说应该说话 做应该做的事 然后安心将结果交给上帝 作为回归路上的教会 最重要的是无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是一个有公义也有慈爱的上帝 我们相信教会若果真心爱香港 就不要学那些为了权势 而只会说一些巴结逢迎的说话的投机分子 而是要按住真理 对权贵和民众都是其是非其非 我们不知道香港明日会如何 只知道若果人人都是阿如奉承指鹿为马 不敢用爱心算诚实话的话 香港一定会衰 而且会衰到贴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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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